大家好,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马云原本被大家公认的成功代名词 人人称呼的马爸爸中国富豪 为什么在一夜间无论是网络还是饭后闲聊 都把马云说造成了今天的资本吸血鬼 近期更是有媒体怀疑马云是否消失了 而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与他有关的重大事件 包括马云被中国监管部门约谈 原本被视为时尚最大规模的IPO 突然间被官方叫停 接着是政府罚款了阿里巴巴 发生这么多事,你一定也会问马云是什么了 他是如何在一夜之间从人人奉承的马爸爸 变成了今天中国网民口中的吸血鬼 华贝借贝的资产证捐化 会不会是在酝酿中国版本的次贷危机 公司赚钱,钱进普通口袋 如果定时灾难破裂,却要全社会来买单 这样对你和我公平吗? 认真听我讲完今天的视频 很有可能会颠覆你对马爸爸的认知 1999年,马云在杭州创立了阿里巴巴 带领十八罗汉一战成名 在支付宝推出花呗,戒呗之后 年轻人更是开始称呼马云为马爸爸 对于他的成功史,绝大多数都是认同而敬仰的 他在各大场合的演讲更是无限式播放学习 连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 马云也是他见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中国,马云是成功的代名时 这位英语老师出身的互联网协家 是中国著名的富豪之一 也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媒体的大逢场 他便开始过上了一个不只是富豪 更像是大明星般的生活 演出、台电影与各大名流同台成为了家产便饭 但也因为这样而来了不少麻烦 去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工会发表演讲时候 就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称之为当户思维 这番言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之后的一个多月 马云集团原定在香港上市的计划 在敲钟前的48个小时突然间被喊停 中国政府还宣布对持有蚂蚁集团33%股份的阿里巴巴集团 进行反垄断调查 甚至四家监管机构都联合约谈了阿里集团 并要求他们进行重点业务领域增改 惹上争议之后 马云从去年10月就消失在大家的视线 这几个月来,争取他的评论越来越多 在中国互联网上从开始的崇拜他、学习他 到现在批评他的贪婪 批评他剥削员工 调侃所谓的996文化 出事前不少网民喜欢称马云为马爸爸 但最近这些网友的情绪都变了 个个都为他标上恶棍、邪恶的资本家和戏绝鬼的标签 在中国我们天天可以看到被吹上天的创业家 诞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 可那毕竟是少数人 中国富豪虽然人数非常多 可同时依然有数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 在这样的贫富差距上 这些人长期以来对富人不满 可以被视为仇富情节 而对马云这类人物 或者更加深了 即使这样 我们也不能否认 马云确实是中国难得的企业战略大师 他对中国互联网也的确有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淘宝 他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限制 为消费者们带来了全新的购物体验 在中国这个人口这么多的国家 这样的消费方式带动了很多行业的发展 刺激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另外马云开创的支付宝也方便了所有的老百姓 甚至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能够打天下 而阿里巴巴这平台也同时带来了 中国史上全新的商业模式 整合了千万个中小型企业 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赚钱 但也因为这样 他的支付宝也来了非议 今天我会更全面给大家讲清楚 什么是资产证券化 是不是有资产证券化之后 中国就会有次贷危机的风险呢 这一次压死马云的最后一根稻草 肯定是支付宝内的华贝和借贝 马云利用资产证券化在玩高杠杆 用30亿的资本金撬动了3000亿的杠杆 资产证券化就是指用资产未来会产生的现金流为产富支持 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 我用简单一点的例子来做解释 比如我每个月可以固定收入拿到100元 那我明年12个月就可以拿到1200元 所以我把这未来的1200元打包成金融产品A 卖给市场上的人 当有人买了之后啊 就相等于他每个月可以获得100元 所以他们愿意出1000块甚至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个金融产品A 这就是资产证券化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解释啊 蚂蚁的资产证券化 当我们在花贝借贝借了一笔钱之后 我们每个月都会定额给蚂蚁一笔钱 蚂蚁就相等于有了这个稳定的现金流 它就会把我们欠蚂蚁的这笔现金流进行打包 形成我们上面所说的金融产品A 这时候就会有银行、金融机构、甚至基金购买这个金融产品A 这时候蚂蚁就能透过销售这个金融产品A来获得一笔钱 然后再把新融来的钱借给我们身边的人 这就有了另外一笔现金流在进行打包出售 如此往复 最终把30多亿的资本金透过反复操作滚到了3000多亿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这件事情没有人做 第二是理论上的1200元现金流打包卖给金融机构的时候 只能够换取1000块钱 如果这样的比例是无法从30亿滚到3000亿的 那么马云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现在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在做 资产证券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就是在过去也有人在做 只不过在过去非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一笔钱贷款出去 再把现金流打包 销售给某些金融机构 就单单这个销售的过程 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有了互联网 同样是这件事 马云就可以把时间从半年甚至一年 直接压缩成一个星期 由于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 所以马云就能够更快的把30亿翻成3000多亿 再说第二个问题 马云如何把这1200块的现金流卖得更贵 这里面其实就是用不同风险的贷款来进行互相贷款 甲乙饼三个人都欠蚂蚁钱 蚂蚁就把三个人打包成了三种信用债 由于三个人的信用是不同的 所以打包之后三种的信用债风险就不一样 A的信用好 风险低 理论就高 所以跟甲相关的信用债销售价格就会更高 乙次之 饼最差 这时候如果用乙和饼来为甲做担保 那甲的销售价格就会比原本高 所以甲信用债的1200进行融资之后 就可以再融1000块钱 现在由于有了担保 就可以再融1200块钱 所以用原来没有担保时候的信用债来进行融资 融资这个闭环只能够循环5次 而现在有了担保 就可以循环20次 顺值更多 说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 这件事的撬动杠杆太大了 试杠杆就会把风险和收益同时放大 现阶段 蚂蚁坏帐率是极低的 只有1% 比银行的坏帐率还要更低 但是这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一旦出现坏帐率的失控 就会造成大规模的信用危机 所以监管规定这个杠杆率不能超过多少 也就是把这颗有可能的定时炸弹 杀伤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起初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规模很小 政府长期以来都只是审查内容 采取了比较自由的方式 而如今 谷歌、Facebook和其他的美国科技巨头相比 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掌握着中国人民的数据 甚至开始敲动银行的饭碗 玩着高风险的高杠杆游戏 如果赚钱是蚂蚁在赚钱 股东在赚钱 但是如果市场的定时炸弹破裂 需要整个社会、国家来负责 收拾烂摊子 而这些影响力 也让政府把他们的规模发展逐渐强大 已经视为了一种威胁 随着中国加强对马云的审查 自10月底以来 马云的资产已经缩水了将近110亿美元 当然你以为只有马云一个人 身陷在监管风暴吗 不是的 比如马化腾的腾讯已经下跌了15% 美团的股价下跌了1.5% 而阿里巴巴美国存托凭证也下跌了25%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对并购活动的金管收紧 可能会给互联网巨头的增长前景 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最后你又是怎么看待马云虫马爸爸 变成所谓的吸血鬼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有什么内容 是想要我们所团队研究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点下订阅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我们下星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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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